無面玻璃搭配亮面金屬邊框設計 Google亮相Pixel 9系列新機 擁有6.8吋大螢幕 鏡頭模組改為膠囊狀 搭載自研的Tensor G4處理器 能幫助手機理解文字 圖像跟音訊內容 讓AI用起來更順暢 團體初遊的時候 最怕拍照的時候 照片中少了一個人 因為沒人幫忙拍 不過現在手機的一起拍功能 結合AI能解決這個痛點 像是這樣 三 二 一 拍完照手機會自己辨識 而剛剛被拍攝者站起來 我走回剛剛要一起拍照的位置 同樣 三 二 一 YA 透過手機的AI功能 可以自動合成 未來不用再扣過電腦進行後製 除了一起拍還新增了 自動構圖修正 原本拍橫的想變成直的 一鍵自動生成背景 AI應用延伸日常生活 拍攝冰箱剩下的食材 直接推薦你如何料理 根據圖片 這些食材可以做出以下早餐料理 蛋料理可以煎蛋 煮水煮蛋 所有的Pixel手機上有GEMINI 能夠提供使用者結合AI技術 Android龍頭三星早有布局 其他AI手機只要對著照片畫出想要的配件 即使畫得很醜 AI也能夠深層式繪圖 更內建16種語言的理線翻譯功能 讓用戶在通話中能做到雙向即時翻譯 當然AI是個熱門關鍵字 那確實這幾年也不光是手機界 包括譬如說我們看PC 或者是整個晶片行業 基本上都是 AI都是一個大方向 蘋果不能輸 傳出i16 9月11號登場 也將會搭載AI功能 讓Siri直接連接ChatGPT 應用上更廣泛 兩大陣營跟上AI浪潮 刺激用戶需求 產生選領數前方想太不倒了